这是美国二种卡车 你看 这贴的是美国自由女神像 这辆车的美国品牌是万国 越南人买美国的卡车 万国和国来了 大家听到这个户的声音吗 很大的 因为是二手的美国卡车 大家看这个货物已经卸完了 空车再回越南 这是越南的牌照 牌底黑字 这辆车是美国的车 现在等着出关回越南 继续拉货 这辆车是中国的货车 在越南的牌照 牌底黑字 这是中国的东风卡车 上面贴的车标 大家好 这是 也是一条美国的万国牌 万国牌 万国牌 看看 万国 没看到美国国旗啊 我看网上吃冰 好多说美国卡车有美国的国旗 大家看 这边是工作人员 专门开货车的 办了防护 这是专门开中越货运的 司机 代价司机 因为疫情啊 防止韩国 越南货车司机是不能把卡车开到中国国内的啊 大家看啊 这辆美国卡车叫波莱拉 你看 吹标上面是一台英文的 这个灰色的是中国重器啊 是越南牌照 也等着出关啊 回越来 因为疫情啊 是越南司机是不可能开到 连车带货开到中国啊 是中国司机接手把越南车开过来 然后用手机 车子拍一圈外弯 发回去 这样交接的 这边都在排队出关啊 这个车是从越南开过来的 刚刚过了中国口啊 大家看啊 中越贸易很繁忙 中国是大国 越南生产的水果都要卖给中国 由此可见 越南的经济还是比较依赖中国的 这边都在排队啊 出关啊 这个中国货物 中越两国的货物交流很平凡啊 我每次路过这边都会排队 等着进关 等着出关的 排队好长啊 都是越南人 把越南的水果 有西瓜 菠萝 芒果 火龙果 运往中国 越南中国 河口这边都在排队出关 好多货车 现在看越南的货车里面 有很多 也有中国的货车了 也有一半是越南向美国买的二手卡车 红色 都在排队啊 很长的一单距离啊 中越两国货物运输不受疫情影响 美国的卡车 又来了 这是万国品牌 万国的 没有看到美国国籍 好多万国的卡车 这也是万国 白色的 这也是万国 中越 越南买美国的卡车品牌 就两个品牌 一个是万国 一个是波莱拉 这两个品牌 占的比例很高的 这都在排队啊 等着出关